歡迎收看 衣食的好辣 歡迎收看我們的 喬哥美女 衣食的好辣團 還有我們三位特別來賓 今天這個代班 對我有一點為難 因為我是不吃辣的 然後來這種地方有辣 很辣 而且已經要小心了 新來的 嚇嚇咩 對啊 來 有一句英文講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對 你吃什麼 就代表你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今天要告訴各位說 有時候你特別想吃一個東西 還不是你的心理的問題喔 是你的身體發出的一種情緒 你有隱性飢餓嗎 現在的人還會飢餓嗎 當心身體其實是缺很大 比如說 比如缺錢 缺錢 每個人都缺 是因為缺錢 對 有一種說 特別想吃巧克力 吃巧克力是因為有缺東西喔 會嗎 我基本上我是非常的遵從那種 法國食療法 就是你身體其實是有一個警訊的 就是說當你缺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的想去吃什麼 對 我通常都會很順其自然的 去吃這個東西 就有時候會突然間很想吃牛肉 我就覺得身體可能缺了什麼東西 我就會去吃它 但我們家大概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家冰箱裡面絕對不會少的就是巧克力 對 然後當然隨著年紀慢慢的增長 唯一的差別就是可可素%變高 黑巧克力 以前不在乎對不對 怎麼牛奶巧克力什麼都來 然後現在家裡可能比較多的是79% 97%的這個巧克力 以前那個是被誤導了 很多人就說吃那種黑巧克力 夠心臟你知道嗎 不是嗎 吃得越醇不是越好嗎 可是對我來講它是快樂的泉源 它是可以撫慰我的心情 就比如說當我覺得我有點疲倦 或者是奇怪有點浮躁 就有時候可能要工作前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有點浮躁 安靜不下來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比較會焦慮緊張 我就會去吃巧克力 很奇怪 就會好嗎 就會好 而且是很快速的 月經來的時候 一定要來一顆的 對 一定要 然後所以我們家就是冰箱裡面必備 就是反正它就是隨時隨地來一點點 然後就是一點點它就會有改善 對 所以我這是缺什麼 但是我只有在月經期 就是經期來的時候 我是會開車開開 突然之間我就會停去7-7 然後我就會拿兩條 那個很甜的那種 上車之後兩條馬上吃光 然後可能最高紀錄有 那真的很多 我最近覺得還好 可是我妹妹就說那真的很甜 你可以吃六條 但是我都只有在生理期的那一兩天 會很想要吃 就需要嘛 對 所以生理期過後就不想吃了 就不吃就沒有吃 就可以了就對了 對 你知道像我的膚色 就像吃巧克力嗎 怎樣的人會吃怎麼樣的食用嗎 有人說那個吃倒油就會皮膚變 生出來會變那個比較黑的寶寶 我就是因為吃巧克力 最好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以兒傳兒 我的兒子去割包皮的時候 然後我的先生他的爸爸就交代 他有傷口 我說所以呢 不能吃醬油 不要給他吃醬油 我說他那邊會黑嗎 對 傷口會黑 我說會怎樣 他說傷口會黑 我說那裡黑 是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會射出沉淀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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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受傷 你不能吃黑色的食物 你要吃白色的食物 認真 真的假的 請你回到巧克力這個主題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在控管身材 所以你就會 很想吃巧克力的時候 你就只能趁不是月經來 人家不說月經來的時候 你吃什麼甜的 都不會變胖 那我就想說我要 迷思 迷思對不對 我就曾經在這個迷思 我就說為了這個實驗 我就在我月經來的時候 去買了一大桶巧克力 就是冰箱 我們冰箱有冰一大桶巧克力 那通常那桶巧克力是 大概一個禮拜的份對不對 對 但是我可以在 我每次月經來的期間 三四天我就把它全部吃光 結果呢 結果有變胖嗎 你實驗有成功嗎 我覺得就是 越來越黑而已 就是 真的 是不是有黑 這不要汙汙名化巧克力 對 好 我們來請專家講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到底缺什麼 其實如果真的想要吃巧克力 焦慮的時候 或者是情緒比較緊張 想要吃巧克力的時候 可能代表你身體缺 美喔 對 缺美 真的耶 它在某一種礦物質 因為其實當我們身體 其實長期屬於高壓的狀態下 其實我們身體會消耗很多的美 那美其實也參與我們身體 熱量的代謝 所以導致我們熱量的一個代謝 可能也出問題 就會引起身體的腎臟腺素分泌 而使我們身體有缺美 出現像什麼焦慮 像剛剛講的緊張 或者是一些煩躁 等等一些情緒 那這時候如果你想要吃一些富含有可可 因為巧克力含有可可 那其實可可就是很好的美的來源 來幫助我們身體做一些舒緩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有時候莫名 比如說平常都好好的 莫名忽然情緒開始有出現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的話 也許是身體有一些缺乏的狀況出現 那其實像我這裡有個朋友 因為去年五月其實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就有一波的停班停課 而且那時候幾乎是全部都停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停班不可怕 停班家裡又停課才可怕 因為小孩子就整個就是在同一個屋簷下 然後整個屋頂都快要翻掉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朋友就有說 你是營養師 我現在每天一打二 我都真的快要爆炸 有沒有什麼營養素是可以讓我就是 稍微就是緩和一點 不要每天都在打小孩這樣子 我就說那一些綜合維他命 尤其這段時間疫情 或者是一些礦物質 其實就可以補上 他說我們家正好有那個什麼 我都說不然你就試試看 然後後來過了大概一個多禮拜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他吃這個他真的覺得好很多 我也是無心插流 我就說你就試試看這樣 然後沒想到他跟我講說 他真的覺得改變很大 我就說那這樣不錯你就可以吃 因為其實鈣美我們現代人 其實也是普遍都缺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如果家裡面有 你就當日常的一個補充 所以其實現在不論是小孩子惹怒他 老公惹怒他 他每次來跟我抱怨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他說 你今天鈣美了嗎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的情緒 其實是跟一些的礦物質的缺乏 是有關係的 我一直以為想吃巧克力 是因為我缺糖 沒有 其實剛才 瑞君姐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很多人 像剛才薇薇提到那種很甜的巧克力 其實它沒有什麼鎂 要濃度高的 因為其實 你是說那種什麼黑巧克力那種 對 因為其實鎂其實它是在殼殼裡面 殼殼 因為大家都會把那個巧克力 跟殼殼好像畫上等號 但如果你買的是那種巧克力糖 就是濃度非常非常低的 它只是顏色很像而已 其實它沒有什麼鎂 它反而會大量的消耗鎂 因為鎂要去幫你代謝這些東西 代謝能量等等 簡單問一下就是要高濃度的巧克力就對了 其實至少我們會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巧克力 來做個紓壓的話 其實70%以上會是比較好 其實我們在巧克力的那個部分 就是他們美國有調查 就是一萬三千人發現 真的吃比較純的巧克力 它的憂鬱症的比例是下降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剛剛也有說就是 那個傷口長出來的時候 好像跟吃東西有關 其實我們皮膚的顏色是 當我們的精子與卵子交易的那一刻 它其實就決定好一切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迷思 其實是因為比如說像我以前在燙傷的那個病房裡頭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病人一樣會說同樣的話 傷口不能吃醬油的東西 那其實是 要吃珍珠粉 對 或是牛奶 豆漿 白色的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當我們的一個新的肉 長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比較薄 比較淡的顏色 可是當你慢慢到正常狀態 或是你恢復到你曬太陽的時候 它就會回到你本來的色性 所以來 我跟你說 你的膚色跟你媽媽懷你的時候吃什麼 是堪坑奶的事情 對 沒有關係的 對 沒錯 因為我妹妹很黑 她都怪我媽媽說 到底我懷孕的時候 你懷孕我的時候吃什麼 我媽說 好鮮臭超黑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姐姐比較白 懷孕姐姐的時候就喜歡吃芭樂呢 我們可以從巧克力講到發黑 對啊 但是其實美真的很重要 每個人都可以買嗎 每個人都可以吃嗎 就是美是可以吃 但是要提醒你就是說 像我有遇過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驚痛的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驚痛 大家都會說要吃鈣 然後他就補了鈣 那補了鈣以後其實沒有效 我跟他說你要換一下 因為其實單純有些營養說 它要互配 而且要比例要對 像剛才名畫就說 鈣鎂對不對 鈣鎂其實它要就是 鈣是二 鎂是一 它會跟我們身體的比例是比較接近的 那我就說那你這樣好了 我就幫你開另外一個就是鈣鎂比 就是是比較偏向就是二比一的 那我說你用這個來去做補充 所以它的那個驚痛後來就有改善 驚痛為什麼會痛 就是我們子宮肌肉一直收縮 那我們有鈣有鎂以後 它其實都跟我們的肌肉收縮 是有關係的 所以就是說你單純補鎂這件事情 你就要回來想 那你的鈣夠不夠 對 那我們就從食物裡頭來看 鎂子會在哪裡 像我們說的南瓜子 葵瓜子 亞麻仁子 黑芝麻 那我會推薦 如果你真的想從天然食物裡頭 補到鈣根鎂 最佳的選擇就是黑芝麻 對 比較容易補充 非常的適合 所以像有些人那個 像我自己常常會在這個 福倫社裡頭演講 你就會聽到 有時候你會看到那些姐姐們 漂亮的姐姐們 七八十歲 然後我就常常問 我的心得就是 他們的早餐很多人就是吃這一類 亞麻仁子比較沒有特別 但是黑芝麻 因為我們傳統很喜歡喝黑芝麻 所以他們都會用黑芝麻 就是做他的早餐 加在牛奶裡面 對 加在牛奶裡頭 你就會有多的更多的鈣質 加到豆漿裡頭 也會有豆漿的鈣質 所以鼓勵大家 這是一個非常天然 可以補充的方法 這樣 那大概一天的美 要吃多少黑芝麻 一天的美 有喝一杯就可以了 應該是說我們天然的食物裡頭 包含蔬菜類也都會有 對 那如果你單純吃黑芝麻 你可能肥死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對 就是我們還是要得 比如說黑芝麻 如果我們一般外面不是喝湯 會有個白色的塑膠湯匙嗎 對 好 如果是黑芝麻的話 就會建議大家 就是大概兩湯匙 我們有時候不得不說 在中醫裡頭有傳統 所謂的熱這件事情 它還是有存在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成 譬如說你可以換成怎麼樣 像是這個亞麻仁子 它就不會這麼的燥熱 給大家參考一下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